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第一次看到了乐剧 从那时起向老师学习在舞台上表演 展现中国戏曲文化独特魅力 乐剧有几个常见的基本功 分别是水秀 扇子和执法 虽然都是基本功 都是能把这几个动作练得好 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一直是中国第二大剧中 主要流行于中国南部的将这故地区 剧中的人物传理书籍 以唱为主 声音优美动听 表演真切动人 唯美典雅 极致江南名秀之气 多以才子佳人提材为主 这也就是为什么男生的角色 大多都是女生来扮演的 中国第一剧中 金智 主要流传在北京 相比于乐剧的温和 金智有很多武器 我扮演的是护三娘 在剧中是个刀马蛋 一个很厉害的武打女生 金智和乐剧的腔调 也是一北一南 在金智中我念的是金枪念白 一种特有的语言 而为了唱好乐剧 我需要学会 江南地区的发音 老实说我学得很快 有中文的天赋 可能是因为我对中国文化 充满了热爱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